在這裡 所以我們大概剛剛的那個 我覺得是 下載資料跟Seqlite分成單欄 跟單欄再轉成兩欄 這邊都有 一欄兩欄 然後做法 我也把這些比較重要的mark起來 那至於怎麼修改 其實這個地方是最難的 如果這個部分你可以克服的話 以後你要 產生幾欄 那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OK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再來看有關那個 行政院的 開放資料 有關PM2.5 那這PM2.5 你把它點這個連結 進來的話就可以看到 這個PM2.5裡面就列 比如說哪些 觀測站的名稱 哪一個縣市 它的懸浮歷史濃度是多少 當然越高應該是越不安全 不過我覺得因為這個我們也不是專家了 我們大概只是說 我要把這東西抓下來 那當然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我發現好像 懸浮歷史只要超過多少 超過10 好像就等於不安全了 這個 其實應該用顏色來把它分辨一下 那 這個地方的話也會顯示 這個什麼時候 這個資料什麼時候 出現 就是 什麼時候提供的 那上面會有 那上面會有 總共有三類的資料形態 我們剛剛講過 CSV 跟Jason 那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當然你如果 你這個 就看個人 因為我自己習慣是用CSV 因為 比較之下 其實CSV還是比較簡單 因為切割兩次就出來了 那在Jason檔 可能你要牽涉到Dictionary 有些同學可能對那個字典的Dictionary 那個形態 不是那麼熟悉 不過 當然 有些習慣寫Java的人 還是習慣用Jason檔 這個當然應用而已啦 不過我們這兩種 等一下都可以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在雲端上 也是一樣 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那個CSV這個下載下 你會發現 用那個Nodebit++ 把它剖析來看 基本上 它的結構跟 剛剛的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把它剖 剖開來也是 所以等於是把剛剛的 程式複製貼上 拿來用其實就OK了 但是 有個地方可能會要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它的第一筆資料 它是什麼呢 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我記得好像我會把它避開第一個 所以也就是那個Range 回圈的範圍 好像 會從1開始 不是從0開始 因為0的話是它欄位名稱 但是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比較有問題就是 它的資料 在 測試的時候 非常的慢 不過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比較快一點點 我把它按下去 有的時候要等個半天 轉轉轉轉轉 轉到非常久 轉到地老天荒它還是沒出現 所以後來我發 就是用另外一個方法 會比較快 什麼方法呢 等到它下載之後 我直接先丟到我的雲端 然後再從我的雲端抓 也就是說呢 你自己也可以 產生你自己的 開放資料 所以以後人家跟你講 那你給我一個開放資料 因為你要給人家檔案也蠻麻煩的 你就說 你自己到哪邊抓 反正我以後更新那個連結就好了 你得 不過呢 如果你要自己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開放資料 其實他們這個都有SERVER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SERVER的話 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雲端硬碟 不用架SERVER 也可以產生 開放資料 那你也不用跟別人講說 你是用什麼技術 反正 他會以為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有開放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怎麼做啦 其實對我 後來發現真的有些地方不用架SERVER 因為架SERVER自己也麻煩 然後你又吃掉很多頻寬 倒不如你用現成的 那怎麼做 我想我秀一下給各位看 因為他還在轉 還沒下來 那所以呢我如果用那個 用我們 我剛剛講的這個技術 就會快很多 那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這個 這個 我寫好的那個 PM2.5這個打開一下 然後 寫的方法其實都一樣 一樣RECREATE 一樣去GET 但是他是UTL8 那我怎麼知道是UTL8 因為我把他 用記事本打開 另存一下 UTL8 所以我打UTL8 所以這很簡單辨識 那一樣去做 第一次切割 那 這個 先把那個 我的 所以第一次 那我一樣 這個藍位名稱 然後呢 我從第一次 我就避開 因為他的 藍位名稱是英文的 我希望顯示中文的話 那所以我就避開第一個 我自己輸入一個 藍位名稱 然後呢 再把裡面的資料 的逗點 切割 然後分別抓 第一個 第二個 總共四個 欄位的資料 那現在秀給各位看 執行 那你會發現 瞬間就出來了 但是如果 為什麼瞬間出 因為我 這個是我自己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的Google的 這個雲端硬碟 所產生的 所以基本上 假如你希望 你的那個開放資料 不要像那個官方 那麼緩慢的話 還在轉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 官方給我的 網址 拿到這邊的話 執行 你會發現 光跑 可能要 跑個半天 有沒有 他還會出現 有點錯誤 index out of range 是不是多一還是少 現在怎麼感覺 快一點點 又沒有錯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如果說 抓 這個官方 我想你們先用官方 待會我再來講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官方的資料太慢 或者是說你有 需要 自己產生 開放資料的話 那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你可以先產生一個新的module 這個module名稱叫什麼 比如說叫我這邊名稱是READ 底線CSV 底線PN2.5 那你可以拿那個 前面 就是我們講過那個 抓什麼 抓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 那個 Type Park 就是 停車位那個 範例 整個把它複製貼過來改就可以 那大概改幾個地方 不外乎就UTU8 把不外乎輸出那個 藍位名稱 然後把它輸出出去 這裡我想請各位 試一下 這個有個 等於是一個 變化 然後 直接開行 比較快 應存 所以如果你可以按右鍵馬力轉比較快 那你可以看到CSV裡面 他的那個格式就是那個Youtube 8 那我們就是用Youtube 8把它下載 請各位試一下 利用那個前面講的 下載CSV 先試做 那第二個呢也許你也可以試試看用那個Jetson的方式來 做那個練習 試一下